在台南美術館的這個回顧展 謝宇堅一直以來 他在研究這個藍色的時候 他就是想要創造一個 超越一般繪畫的這種感官體驗 這種感官體驗 它不是指向一個現實的世界 它指向的是一種非常內在的 非常自我的 需要高度的敏感高度的接受力 來回應然後來認識的 這次在台南美術館的這個回顧展 是謝宇堅第一次在美術館裡面展覽 我們知道謝宇堅其實在2017年就過世了 所以他還來不及就是繼續的發展 他的這個藝術生涯 謝宇堅的創作的類型其實相當的多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謝宇堅的創作裡面 我們覺得最具有特色的兩個系列 放在這個展覽的裡面 第一個就是藍色的系列 在大概1990年代末的時候 一直到他過世 那麼大概20年的這個當中 他一直在研究藍色這個東西 使用藍色來創作的最有名的藝術家 可能就是克萊因吧 但是他跟克萊因最大的這個不同點 其實是在於克萊因只有單純的一個顏色 但是謝宇堅運用了非常多的色階的變化 然後呢他把這些藍色的這個色料 用線條的方式 或者是用像是粉末的這個方式 這些粉末它事實上是不同的這個藍色 這些藍色的色光或者是色溫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麼他利用不同的色光跟不同的色溫的這個藍色 把它組合在一起 它就會造成一些錯視 這些錯視會有一些層次感 或者是一些生土感 那麼這種非常複雜跟豐富的這個層次 對觀眾來講是非常賦予吸引力的 因為它是不斷地在刺激這個觀眾的感官 跟甚至就觀眾的意識 他跟克萊因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相同之處 就是都是用色粉創作 用色粉創作 跟我們把色粉調成顏料之後來創作 它其實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意義 從這個物質材料的這個特性來談的話 克萊因他尋求的是解放繪畫 所以他一個一個的把這個繪畫的這種框架 給解除了之後 最後回歸到繪畫的最原始跟最自然的那個狀態 就是色粉 那他說這個叫做最高度的非物質 那麽克萊因提到藍色的時候 他就說藍色是這個沒有像度的 no dimension 藍色基本上他超越了像度 超越像度的意思其實是非物質型 很有趣的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會覺得 他跟克萊因的這個創作之間是有對話的 就是他有一種對話的關係 因為謝宜娟他從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他跟他的指導教授提出一個叫非空間的這個東西 我想無像度跟非空間應該它是一個很容易對話的一個東西 雖然他們可能未必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我想它是某種在精神上面很相同的一個東西 我在觀察謝宜娟的自畫像的時候 發現幾個特色 這些自畫像首先第一個就是他都只畫臉 而且他們都是正面子 那所以這個也就說明了臉這個東西 對謝宜娟的這個重要性 除了臉之外還出現了手 手的出現是為了要幫助表達 他表現出來的那個手勢 跟他的臉搭配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展現出來的是一些比較接近焦慮 絕望 憂鬱 內在自我 但是呢是屬於比較陰鬱的那一面 最後我要這個吸引大家注意力的 是他的有一張我覺得 對我來講很重要的一張這個自畫像 那張自畫像是他畫了他的臉 然後臉的後面有個骷髏頭 那他的臉也變得有點像骷髏頭的那個樣子 骷髏頭在西方當然它有它的一個意義 就是這個叫Vanitas 那麼它象徵的是死亡 那象徵的也就是人生的苦短 所以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麼死亡給我們帶來的壓力是什麼 那好像高庚的那張很著名的作品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誰 我們往哪裡去 這個是一個永恆的質問 那麼這個永恆的質問 事實上在謝宜娟的自畫像的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充分地被表達出來 謝宜娟從在英國開始確定 她未來創作的所有的這個方向 都是叫做所謂的非空間的時候 其實她只是模模糊糊 隱隱約約 感受到一個她想要追求的一個境界 這個境界毫無疑問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不是物質的 我們這個境界可能也不是指某一種風格 或者是某一種方法 她要追求的應該就是一個至高無上的一個完全的事物 而那個完全的事物就是我們窮所有的材料 我們窮所有的媒介 窮所有的這個學們 大家一起要追求的那個東西 那那個至高無上的崇高的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可能她根本就連名字都沒有 在高無上的崇高 於是誰 在高無上的崇高 人好像在高無上的崇高 我們在高無上 最新的崇高 最新的崇高 你不一定是沒有